因此時 假 現在在中國很多孩子 都在學習樂器 在您所接触的学生当中 我相信包括中国的学生 也有英国的学生 还有在英的华人学生 他们分别有什么特点 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 互相可以借鉴的 在国内的学生 我当然见了很多了 因为我不停地去国内 讲大使班 什么比如当比赛评委 这边的小孩我也接触不少 这边小孩跟国内小孩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边小孩 中国小孩 他们肯定受了西方的教育的影响 更多的 那么我们中国人教育 就说要刻苦认真 要努力 然后父母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一步跟一步的 在后面 就是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有点spoon feeding 就是说一勺一勺的去喂他 这样去长大的 好处当然是有的 因为好处就在于小孩子 比如说有些小孩子 小时候不愿意吃蔬菜 对不对 他不喜欢吃蔬菜 但是父母知道吃了蔬菜以后 对你有很多维生素 要不然你就不够 对不对 这是父母的愿望 但是在这边的小孩就不一样 这边小孩 可能父母他更重于 随他的兴趣去探索他的未来 我想也是根据两边的发展 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这边已经是发达国家 可能那个走的路 还是不太一样 在这边的华人学生 有什么特点 这边华人学生总的来讲 他们可能综合了中西方的一些优点 比如说中国人的刻苦 中国人的父母的陪伴 这是我们的优势 同时他也接受了西方 这些学校教育的特点 那么就是任其自然 比如说尽量发挥他自己的思维 不是刻意地跟随父母的愿望和理想 所以我觉得 总的来讲各有千秋吧 您曾经提到过 在你教育自己的儿女的时候 你会告诉他们 为什么要演奏音乐 要让他们理解 拉小提琴也好 弹钢琴也好 不是完成一项任务 当你演奏音乐的时候 其实是应该和人分享 那么作为家长来说 许多家长本身并不懂音乐 他们如何才能向自己的孩子 准确地传达这个观点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重庆 做了一次大事班 当时他们重庆要求 主办方要求 霍老师你就讲讲在国外的事情 然后给他们多灌输灌输 但我说可能这个方式 不见得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说这样吧 我说你们给观众一个话筒 那么我就鼓励每个观众 有什么问题 直接可以问我 不要等我讲 而是主动提问 这是很西式的一种交流方式 我也不知道西式中式 反正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互动的 所以刚才讲 回过来讲 学习也是这种互动的 因为在中国更多的是老师去讲 这是我们的文化 好像大家没有互动的 这我觉得是我们孔夫子的文化 就是尊师 尊手掌 对吧 这是我们的美德 但是我觉得有利有弊 就是说有利就是说我们肯定会学到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 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但是呢 弊在于就是说互动的少 那么学生自己动脑筋动的少 所以当时我就把话筒给他们以后 刚开始鸦雀无成没有人敢提问 但后来我就鼓励他们 我说你任何问题不要怕错 随便问 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就有学生提问 而且后来排着队 小孩子排着队提问 家长也都在场吗 家长都在场 父母都在场 所以后来我就记得很深的一个印象 就是有一位小女孩 八岁左右 小女孩 她战战兢兢地提了个问 她说 胡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她说你知道吗 我们一天要工作很久很久 有的是七八个小时要做功课 回到家以后 又要练两三个小时琴 三四个小时琴 她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 而且感觉压力很大 这样就掉眼泪了 就哭起来了 然后我马上知道 这就是达到了我们那天讲学的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家长都在那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 我再次要提醒一下 我们就是国内的家长 怎么提醒他们呢 就是说 不要让自己的下一代去圆自己的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每一代之间都有代沟 对 你想想咱们小时候 谁不爱玩 谁都爱玩 对不对 就你从小的时候 你不去发展它的空间 不去发展它自然的东西 等他长大以后 他有些东西就不可能再回到童年时代那种天真烂漫的 不可能的 对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家长强加上去 他们认为应该 对 因为他们觉得我 比如我自己想拉琴 没拉成 我让我儿女去拉 拉琴那事情是很苦的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对 所以说这一点西方的教育还是有一些道理 就是说他虽然引导 他是引导他 但他不是强迫他去做 但首先要尊重你自己的喜好 他引导是 可以说一半一半吧 我觉得这样比较自然一些 我知道您六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 跟随父亲 当然之后你又从事许多世界级的大师 哪位对您是印象最深的 在哪些方面 我一直当中肯定是要感谢我 最难忘的三位老师了 那么就是我的父亲 首先是我父亲 因为父亲教了我七年 那么给我奠定了非常雄厚的这个技术 音乐上基础 还有我母亲教我钢琴 对我小提琴演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位老师呢 就是我碰到的林耀基老师 林耀基老师 大家也非常熟悉 就是说当时1980年 我们去参加芬兰国际小离比赛 我的他的帮助下 我为国赠到了第一枚奖牌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非常骄傲 林老师也教了我七年 然后最后的美女营大师呢 刚才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我跟美女营大师十四年 非常巧 十四年 十四年 所以说基本上七年七年最后翻了一辈 十四年 一直到美女营大师去世 99年去世 我从85年认识她 一直到99年 所以这三位导师对我来讲 可以说是影响非常非常深远 尤其是美女营 我要说因为我跟她时间最长 而且呢跟她在一起 不光是说学习小情演奏 我经常跟她在一起旅行 吃饭 聊天 会朋友 巡回演出 坐飞机 火车 汽车 所以说很多很多非常难忘的一些经历 所以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反而是 你真正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除了在音乐方面的影响 它对你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你跟她在一起那么久 她对我最大的影响 我觉得是她对艺术的热爱 她老讲一句话 我记得在她的葬礼上 她把这句话也讲出来了 就是说她永远讲 她说你看那个鸟 她说你可不可以想象鸟有一天 她说我不飞了 我太累了 绝对不会有这一天 那么言外之一就是说 作为音乐家 我们音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氧气和阳光 所以说缺了这些东西 你不可以想有一天音乐家说 我不干了 我改行了 这个就在你的血液里 你不干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从小 也生活在音乐家庭环境里面 四三音乐学院嘛 对不对 我父母都是四三音乐学院的老师 所以说我们从小 老师听见别人练琴啊 隔壁演出啦 上课啦 家里面学生来上课啊 我父母从台演出啊这种 所以说对音乐来讲 可以说是像吃饭穿衣 或者是呼吸空气 晒太阳 见到阳光这种 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对这一部分 不可缺少 像喝水一样 就是一日必然的事情 您是少年成名 然后获得了几乎所有可以获得的 国内国外的艺术大奖 几乎和所有世界大师级的人物 以及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 都合作过 那么在这个领域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下一步是什么 我觉得音乐这东西 真是像宇宙一样 是无止境的 音乐艺术 就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非常的热爱音乐艺术 就因为它这个空间 是永远是无止境的 没有说这一步 现在一步 或者下一步 再下一步 没有这个步伐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永远可以 有追求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 演出摸炸的音乐 你今天演出一遍 你明天在演出院又会不一样 你在后天演出院又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次 你都会有新的感受 随着自己的知识 年龄的增长 精力的增长 还有呢 比如说天气会 对我的音乐有影响 比如气候 饮食 任何周边的环境 我比如说今天的感受 都会对音乐有一种灵感 所以我觉得音乐这东西 很难用任何东西来衡量 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 就是每一次的演出 都可能有所突破 每一次都有 而且你作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你还要不断地找这个突破点 你绝不能满足 今天或者明天的那个演奏效果 因为它永远是可以在发展的 也可以还有新鲜的东西 这可能只有作为一个艺术家 才能体会到这些 作为常人很难去体会 不 你就想你比如说爱美食的人 他也是一样的 你今天去吃这道菜 怎么说呢 比如说厨师 他要做这道菜 跟我们很相似 所以经常我教学的时候 我也用厨师这个概念 去启发学生 你看那个厨师 他喷孕的时候 他是同样的材料 但他每天做出来 那个味道肯定会有点不一样的 就今天盐放多点 然后明天这样子放 火的火候长一点 它都会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跟艺术是一回事 跟绘画什么的 像你们的工作 我想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今天你做采访 和明天做采访 肯定会不一样 今天有点冷 明天有点凉快 明天又热起来了 怎么样 对吧 我想 所以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艺术音乐 都要来 它的魅力所在 对我来讲 对了 对了 我觉得非常有细腻 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按照自己的 当然这种随心所欲 不是说没有心情劳动的 所以说我们在少年的时候 年幼的时候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 在我们采访中 我们问过很多被采访对象 关于中国梦的话题 就是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 那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家 您有什么梦想 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中国梦是什么 我的中国梦 我的中国梦可以说是 希望我们中国人 华人在世界各个领域领先 除了在小提琴这个领域 在各个领域 对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天 聊到的这个中国人受够了 这里很大的企业 很大的集团公司 这对我们中国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种 中国龙梦的实现 就这个世界上我觉得 因为你想每五个人里面 就一个中国人 那么肯定我们这个民族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而且是没有任何理由 不会去领先的 会越来越多的 那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是替所有的 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音乐领域 能成功成才的家长问的 我相信你可能也很多次 被无数的家长问过 同样的问题 怎样才能成功 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是具备了这些因素 都一定能成功吗 那我现在反问你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什么叫成功 成功的概念是什么 那作为一个演奏家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又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艺术 音乐 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 你比如说天文学家探索宇宙 宇宙有止境吗 可以说是成功吗 你只能说今天我们 有今天的成功 明天有明天的成功 我觉得成功这个概念 可能中国人的这种成功概念 和西方人还是不是很相似 我觉得成功实际上就是说 你要问自己 就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达到了我最大的限度 是不是挑战我自己最大的限度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以定义 算成功 如果你要尽到自己最大可能 比如说一个残疾人 他如果要是在50米当中 他能跑出他的水平 我觉得他已经成功了 但是他要跟一个正常人来比的话 也许不算成功 那如果一个中国的家长问你说 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胡老师 你能告诉我 成功的因素 你怎么回答 我觉得简单的可以说是 Happiness 就是每个人的幸福观 看你的标准是什么 对了 你小孩你这辈子 他将来会幸福吗 你问他这句话 如果他要幸福 哪怕他扫大街 他扫得很高兴 这也这种成功的标志 不见得废的人都要去登月球 才叫成功 对不对 谢谢您 非常高兴和您聊天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